里根传出好消息 退役的传闻是假的 有望正式回归CBA 大家回到本期的九点区 九点区呢 咱们聊久一点 在视频开头 希望大家在视频下方 给我点赞和关注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球迷都知道 目前CBA的联赛是即将开始 而对于很多只球队来说 已经是反成了最后的出车 包括本赛季的辽宁南兰 以及深圳南兰上海南兰 这几只球队都做出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特别是对于上海南兰来说 也算是本赛季的最大的多关热门 而其次 新疆南兰也是签约了NBA级别的内线球员 塔克·法尔 也是在没有周期签约的情况下 得到了内线的大幅度增强 而对于现在的另外一名 传奇级别的后卫 里根兰说呢 他在北空南兰的两年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轻松 因为他在伤病的情况下 竟然是能够拿到2700万的年薪 也算是彻底的掏空了北空南兰 但是他却一场比赛都没有打 也没有给北空南兰去打球 而如今 里根也是传出了一个好消息 据悉 里根的腿部伤病问题 已经是基本痊愈 而且他本人也是表示 并不会放弃篮球梦想 而且会继续征战比赛 但是里根在近期并不是要加盟CBA连赛 因为他现在目前还不具备CBA连赛中 能够高强度对抗 而是要加盟发展联盟 河南兰兰 这也是里根的家乡 所以说里根如果能够继续在连赛中 征战的话 那么能够打出好的表现 是有机会回到CBA的 那么大家怎么看问题呢 希望大家点击关注链 欢迎在评论下留言